2016年川普在競選的總統時 指責他的對手希拉蕊與猶太人有秘密交易 如果希拉蕊當選 猶太人將會掌控美國 川普還因此被說是反尤仔 不過其實川普的女婿也是來自猶太豪門 日後對於川普的施政有很大的影響 特別是對以色列的事物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曾這樣感嘆 影響美國經濟的只有六七個猶太家族 而如今的現實是 在金融文化、傳播等 都可以見到猶太人的影響力 不過猶太人只占美國人口總數的2%左右 屬於極少數 那為什麼人數這麼少的猶太人 卻又可以掌握金融世界呢? 我們先簡單的回顧一下猶太人的歷史 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 猶太人的家園在今天的以色列一帶 西元前970年 所羅門王章北部的一些部落聯合在一起 成立了以色列王國 猶太教也逐漸成新 不過在西元前722年 雅蘇帝國打敗了以色列 迫使北方猶太人流亡外地 這是猶太人流浪的開始 到了西元前586年 南部的猶太王國也被巴比倫打爆 讓猶太民族受盡了侮辱 但在70年後 波斯帝國擊敗巴比倫解救了猶太人 只是自由日子沒有多久 猶太人又被羅馬帝國征服 而且因為宗教的不同 多次被羅馬帝國鎮壓 讓猶太人大規模流亡 散居在歐洲各地 不過就目前為止 猶太人的經歷雖然很悲慘 但也沒有太多獨特的地方 因為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亡國流浪的經歷 像是吉普賽人、達達人 只是就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 猶太人逐漸走上了獨特之路 西元380年 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同是基督信仰的價值觀 成為了歐洲的主流 在羅馬帝國內迅速擴張 成為唯一政治正確的宗教 由於羅馬帝國禁止猶太人擁有土地 或是當公務員 要從事其他行業也是困難重重 導致猶太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當時的社會分工 是建立在家族傳承上 世世代代從事某一種職業 還必須加入行會 職業帶有壟斷的性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加入 想讓貴族送錢給你打造盔甲 雕個雕像蓋個城堡 都必須出示行會證明 猶太人作為一個新來的移民群體 是不可能有的 因此猶太人只能從事一些邊緣的活動 或是不同職業的終界 就是經商 猶太人聰明領利 散具於歐洲各地的特性 得以讓猶太人到處兜售商品 所以包辦了絲綢、香料、葡萄酒 以及橄欖油與奴隸貿易等 這些都是相當暴力的買賣 不少猶太人因此而致富 經商是猶太人鮮明的特質 而另一個特徵就是高利貸 自古以來 普通老百姓到王公貴族都有借錢的需求 老百姓可能年有餘而月不足 在農作物欠收時 無法支付地主稅租 而王公貴族平常吃香喝辣 不過遇到戰爭也會有融資的壓力 借不到救命前王朝就會滅亡 因此不得不借 高利貸是少數猶太人可以從事的行業 以猶太人經商與高利貸的形象 也就深入了歐洲人的心目中 這也是歐洲人討厭猶太人的理由之一 那問題就來了 既然人們都有借貸的需求 高利貸又這麼好賺 為什麼基督徒不自己開錢樁啊? 那是因為基督徒開錢專會下地獄 聖經對有息借款都是禁止的 生命記中提到 借給兄弟錢財、食物都不能收取利息 外邦人則例外 如果遵守時候可以上天堂 否則就會被打入地獄 基督徒對於兄弟的解讀 認為只要不是敵人那麼就是兄弟 就不能收取利息 因此基督徒就不能從事用錢賺錢的金融業 不過猶太人對於生命記的解讀就不同了 在猶太教中 只有猶太人才是兄弟姐妹 基督徒誰跟你兄弟啊? 因此可以大方地收取利息 加上古蘭經也嚴禁有息放貸 穆斯林也不能用錢棍錢 所以約從2000年前開始 結果只有猶太人可以在中東與歐洲開錢樁 只讓基督徒禮域詮釋猶太人的天下 基督徒與穆斯林都只能跟猶太人借錢 對待基督徒的態度不同 讓猶太人成為了天生的金融家 此外金融業的門檻較高 至少要會四字吧? 而猶太人是相當重視教育的民族 在2000多年的流浪生活中 猶太人人透過完整的教育制度 形成猶太人的文化認同 在薩斯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 猶太人夏洛克是開地下錢樁的 基督商人安東尼奧借了錢卻還不出來 法院判決夏洛克可以拿到兩倍的債款 不過夏洛克為人剋毒貪婪 堅持要安東尼奧的一棒肉 把猶太人形容成四彩如命的老摳鬼 但這也反映了那時代的返游氛圍 就在猶太人被破壞被驅趕時 格倫布於1492年發現了新大陸 弟弟大發現開啟了大航海時代 讓世界貿易逐漸從陸入逐漸轉向海陸 由於海運降低了運輸成本 提高了貨運容量和速度 也延伸了經濟交易的範圍與距離 這讓世界進入了全球化的進程 也讓分散在各地的猶太網路和他們的職業專長 顯得特別有價值 對於聖經不同的解讀 猶太人成為了歐洲的金融家 海洋貿易的崛起又增加了人們對金融的需求 除了借貸業務外 奪格斯基累積的商貿經驗 也讓猶太人佔據了金融優勢 在全球化之前 借錢和貿易頂多在當地進行 跨區域的交易有限 可是到了大航海時代 金融和貿易的距離不斷被拉遠 跨地區的信任網路就變得非常重要 沒有信任過的人 跨區交易就沒辦法進行 那麼誰要廣泛的跨國信任網路呢? 就我是猶太人 在大航海時代之前 猶太人已經送苦送難了2000多年 他們失去的家園也到處被驅趕 都強化猶太人共同的情感連結 猶太人之間的認同感與信任 是其他民族難以相比的 即使到了今天 不管走到哪裡 也不管以前是否相識 猶太人間的兄弟情仪仍是獨特的 從這一點來看 苦難的猶太人 EOS的猶太人的信任網路拓展到了全世界 所以金融與商貿人力的資本 加上跨區的信任連結網路 讓這個散距於全世界的民族 比誰都仍在跨國的貿易中脫穎而出 在日後的跨國交流殖民擴張 乃至全球體系的行程 往往擔任了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道理 也可以放在柯家人身上 柯家人的原鄉來自北方 因為中原的動亂歷經了五次的大遷徙 最後踩到南方 與吉普賽人、猶太人一樣是一個流浪的民族 不過傳統漢人的地獄性很強 柯家人的入侵 代表是經濟上的侵略 導致柯家人經常被驅趕與當地人發生衝突 19世紀中夜 廣東的土克蟹豆死亡將近100萬人 也因為這個原因 許多柯家人往往住在山坡丘陵 也修建碉堡式的土樓 以防衛主人的安全 而柯家人為了避免歧視 獲得安居樂業的權利 也開始重視教育 現在在許多客家中央都可以看到 潛根與讀的祖訓 讓子孫讀書、考中舉人、考上進士 族裡有人重舉當官 那麼其他人就不敢再欺負客家人了 這與猶太人重視教育相當類似 猶太人龐大的金融網絡 幾個世紀以來 也是歐洲貴族最大的贊助者 在1760年代 一位猶太人在德國開了一間銀行 為各選猴提供金融服務 最終發展成為一個跨國的國際企業 並成為歷史上最有錢的家族之一 這就是羅斯財爾德家族 羅斯財爾德也變成了猶太金融權利的代名詞 18到19世紀 猶太人在歐洲開了許多有影響力的銀行 卻進一步助長了反由陰謀論 猶太人在歐洲更受到歧視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猶太人大量移民到美國 佔據了金融中心紐約 如索羅門兄弟、雷曼兄弟、高盛等投資銀行 都是猶太人開的 但在歐美國家 千萬不要稱讚猶太人在金融領域多麼突出 例如稱讚猶太人是國際銀行家 可遂被當成一種反由言論 當然不是對所有猶太人的稱讚都是惡意的 在中國與台灣 留一些阿薩布魯的雞湯理財書籍 只要冠上猶太人都可以熱銷 什麼猶太人致富的16個小秘密 猶太人這樣教小孩等 這是華人特有的現象 就是因為猶太人在金融領域如此的突出 也衍生出了各種陰謀論 認為這些國際銀行家不只操控政治、製造戰爭 更頻頻製造金融危機 包括了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2008年的金融風暴等 猶太人使全球的金融體系發生問題 逐步實現統治世界的陰謀 但實際上 金融業是現代經濟中競爭最激烈的行業之一 金融業與過去的傳統產業相差甚遠 要壟斷金融業非常的困難 金融業競爭激烈 這也是金融創新如此活躍的原因 陰謀論常把國際銀行家猶太人描述的神通廣大 可以超然凌駕於國家政府 甚至是國際政治法律之上 這其實不太可能啦 只有這電影小說中看得到 如果2008年以雷曼兄弟倒閉為開端 金融海嘯在美國爆發 為了應對危機 美國政府不惜動用公共資金 從金融機構購買不良資產 同時每年出財取量化寬鬆政策大量的放水 想扣印鈔票刺激美國經濟 但這一機猛要卻讓海嘯越飲越烈 讓全世界跟著遭殃 人們也開始懷疑法定貨幣體系 但金融機很快的出現創新 在金融市場一片狼藉之際 一種不受政府控制的數位貨幣比特幣誕生了 2010年5月 索比特比特交易 使用一萬枚比特幣交換兩片披薩 如以今天的價格來看 兩片披薩價值115億台幣 從比特幣2008年問世至今 各種加密貨幣相繼問世 比特幣在眾多的山寨幣的挑戰下 依然屹立不搖 從剛發行的10塊錢可以買到100枚 今天一枚比特幣已達上百萬元 因此許多人靠投資比特幣發家致富 長期看來也確實如此 2011年我還在讀大學時 我朋友問我要不要去夜唱 我朋友說把錢要去買比特幣了 那個時候我還問比特幣是什麼 如今是幾年過去了 我朋友也已經消失了 幣圈是22小時運作 波動也沒有漲跌幅的限制 如果厲害的話有人會買低賣高賺錢好簡單 但大多人是下忙了半天 老是最高殺低俗稱幣圈小韭菜 因此如果你想投資比特幣 但正認識韭菜屬性 那麼可以使用Pinex派網的網格交易機器人 派網是首家獲得美國MSB牌照的量化交易所 也沒有高槓桿的期貨商品 不求一夜致富也不會一晚淪落公園 是完全合法的正派交易所 派網提供超過15種的交易機器人 其中的網格機器人 只要設置好價格區間及格指數 就可以20小時幫你自動的低買高賣 神聚地盤和追掌殺碟的韭菜操作 幫你反覆套利真的是懶人投資的最佳神器 現在只要有美金或是信用卡 也能直接透過派網入境買幣 想要投資加密貨幣就來註冊派網吧 現在則用我的註冊碼註冊 參加活動就能拿到台幣1000元左右的比特幣喔 也能加入派網的臉書公開社團或是賴群組 與幣友們互相討論 但最重要的是投資有賺有賠 並非使用機器人就穩賺不賠 投資不是賭博,幣圈也不是賭場 要先評估自己的財務狀況 用閒錢投資不要想OIN翻身 才不會淪落公園喔 下集再見